古老时代,人类去创造建筑物 就是为了避开一些天然环境因素的影响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时至今日,周围都是碩士森林 人们就会反而开始对自然环境 有一定的追求和向往 而我觉得biophilic design element 在现今建筑物设计上是非常重要的 过往我们合作过很多不同的项目 相同之处是除了我们追求美观之外 在功能上的要求也同样重要 不同之处是随着住户对生活质素的要求不断提高 今次这个项目无论在室内或室外 我们都做到多功能的设计 以及将环保陆化的概念 融入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例如我们会有一个有机农装 co kitchen 和 barbecue area 连管这几个不同的area 以达到farm to eat的效果 也是我们今次这个project 其中一个特别之处 我们坚持要在美观和功能上取得平衡 而且因为atr是一个住宅的项目 所以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必须要考虑住户生活的细节需要 所以我们在选用的物料 都是非常优质和讲究的 例如我们在座场和外场的位置 我们也选用了一些欧美的矿菌物料 设计也非常美观 今次的主题是after the ring 所以在main lobby的设计上 我们就特别找了欧洲著名的吊灯公司 设身订造了一组水滴型的水晶吊灯 就是希望能够将after the ring的概念 由室外带入室内 另外在室内空间那里 我们也加入了灰藍磨砂的元素 而在室外空间 我们就加了一系列的净化空气 去营造蒙蒙而清新的意境 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 是要在美观和功能上取得平衡 而每一个细节的比例 也都符合实际的需要 而不会做过多的修飾 导致整体设计上的不平衡 从不同的角度再去思考 是完成了之后 除了设计师满意之外 用家都觉得是一个很贴心的作品